繁忙的路口遇到紅燈 车辆陸續停止 没想到眼前的游览车 却突然往后滑行 足足过了10秒才再度停止 不久后司机也下车查看 因为这时他已经撞上后方的小客车 虽然游览车没有大碍 但小客车前保感 已经被撞出一处明显凹痕 但让驾驶蔡先生 更生气的是警方到场 对方却反咬是他 车子往前追撞才会造势 是请我们双方提供行车记录器 然后司机是直接拒绝提供 当警察面就直接说 是我去撞他的 当下是很火我就直接回他 明明就是你倒车撞过来的 你怎么还会说是我撞 然后他还说那你开车抱小孩也不对 我说小孩是坐安全座椅上的 你在呼车什么 听到指控蔡先生气炸了 无奈他车上没有行车记录器 对方也不愿提供 一度变成各说各话 直到监视器曝光 游览车公司才赶紧私下 要求和解 其实诉讼法还是保障被告 让他有一个为自己 跌补的机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在被告 稍微讲一些谎话 那我们并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做成任何的形式犯罪 重新回到车后现场 才发现是一处大斜坡 只要把水平轻轻一放 就会开始不停地往下滚 事发的高雄男子 家舱跟后舱入口 由于路面倾斜 出了水平会自动滑行 单车骑士上波吃力 就连不少手排车辆起步时 都会不自觉倒退 而机车骑士更是全程紧握刹车 是不是都要按住刹车 不然车子会往后撸啊 对啊 真的哦 所以在这里要很小心 不小心会倒退撸 对对对对 因此除了停车时 要避免车辆滑动 更别忘记 保持行车记录机的正常作动 以免发生意外 演变成各说各话 得旷日废时 来 理清真相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